前几天我得病了咳嗽 病就是一个多月 然后各种吃药 很多的同学们都非常关心我 给我买了很多药 我家人也给我买了很多药 我都快变成小白鼠了 进行吃药 好在呢 最近好了 没有咳嗽了 真的没有咳嗽了 现在呢 把接下来课接着录完 也非常感谢七哥 乐星 凯拉 赞长 阿猪 耐心的等待 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来催我 我都快感动的哭了 我都快哭了 好 今天就不会废话连天了 下次我们讲到了什么 用户思维的上一半部分 然后呢 因为咳嗽太严重 没有讲到下半部分 今天咱们把下部分讲完 那我们呢 在研究用户的过程中啊 首先我们要搞明白 用户一般关心的是什么东西 他们首先关心的是什么 利益 是跟他有好处的东西 他才会关心 第二是什么 除了利益以外 还要有一点走心 还有一点点什么 共鸣 还有共同的一间兴趣爱好者 共同的兴趣爱好 然后呢 才是功能的需求 那么功能需求并不是不重要 而是现在很少的产品啊 有在功能上持续领先的 那么只有通过利益的刺激 情感的需求 才能增加他关注这个商品的兴趣 从而在极客功能呢 成交比例和成交的这个转化 就会大大提高 那么营销的本质啊 我们的理解就是 营销本质也就是搞定消费者的购买啊 我呢 比较出包 我觉得我们做任何的这个企划定位 还有我们的产品的策略 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成交 也就是营销购买 我并不反对大家在这个日常的页面中啊 或者是自己产品中导入一些新的营销手段 或者尝试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风格形式 但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我们不是为了风格或者是营销手段而营销 我们本质上还要思考一下 怎么让他购买啊 我我们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些文案供应 还有一些拍摄或者产品价值的塑造 或者是一些成交主张的这个引导 所以这是我对这个这个营销的一些看法 那么我们以前呢 都是在研究产品的一些功能 让我们称之为叫产品思维 那我们现在由产品思维要转化成用户思维 如果我们不转化 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功能层面 比如以下午店 一注重功能与产品 然后呢我们更多的是什么 介绍功能 介绍它的专业 专利以及特点 所以搞得人家呢很费紧 听也听不懂 然后呢我们在为了表达我们所掺导的这个内容啊 我们都用的是什么呢 一些描述文 这些习惯主要来自于我们以前在做PC章设计的时候 PC章的页面很长 然后呢有大量的版面让我们呢废话连天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页面啊 大部分都是一些叙述文说令人很空洞 所以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为了什么 申办硬套的啊 摘取一些所谓的好的东西 现在请问有哪个商家好好的做过策划 好好的研究过用户 好好的研究过用户的行为吗 有吗 有个毛啊 没有啊 请问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几乎都是从淘宝上搬 你家好的我操你家 他家好的操他家的 操来操去什么天下一大操 操可以啊 你这操的有套路 关键是很多的商家操的没套路 那么中档章图书西考一个文字 然后呢 北抓一个卖点 西什么又操一个什么痛点 操得好牛逼啊 但是看起来不是个整体 就像我们经常做营销策划的 很简单 我们在做这个产品策划 都是一个系统 不是什么东搞一个西搞一个 所以现在的毛病是中操西操 什么硬套 第五就是和用户没有关系 这个我们认为啊 这个要倡导产品和用户的关系 产品它是死了呀 人是活的 使用产品的人就是你重点的什么 重点的去挖掘的前提 关系是说到这一点很多人不以乐为不以为然 他们老师我讲的卖点都是很到位的 我讲的都是消费者关心的 真的吗 请问是真的吗 我这里举个例子啊 我前几天在重庆讲课遇到一个哥们卖保温杯的 他叫虎牌保温杯 这个保温杯啊是300块钱一个 据说他说是一个高端保温杯 那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并不是特别高端 也就300块钱嘛 我们现在这个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产品策划 包括保温杯高过300块钱太多了 他认为这个300块钱是高端 那为了表达高端怎么办呢 为了表达高端呢 他就把大量的产品呢搞得很奢华 比如说这个杯子用保时捷车子啊 来做一个什么背景 然后把杯子合成到什么保时捷那个什么 杯托里面 劳斯莱斯四人飞机 然后呢各种那种奢华的办公场景 仿佛感觉这个杯子就是什么 阿玛尼香奈尔的代言 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买你的杯子什么人 他说都是年轻人 多大年纪 也就25到30岁左右 我说我说25到30岁 有必要搞私人飞机 搞劳斯莱斯搞保时捷吗 你以为你他妈买什么呀 300块钱一个保温杯 我们买保温杯是放在脸上摆在头上 妈装逼吗 不是呀 所以他表的文案呢 感觉好像很到位 感觉很高端 但是这个脑子一根筋 高端就是拿那些不切实地的画面来比较 实际上消费者买什么 他买一个保温杯 蘑菇为什么 蘑菇为什么 泡杯好茶 冬天温暖温暖 是不是 能出行的时候 有一些水可以喝解渴 旅行的时候 对吧 拉一杯 是不是 让自己什么 充满能量 比如戴娃娃的时候 在外面有一杯保温杯可以入点奶给宝宝喝 是不是 下午的时候来杯什么 来杯咖啡也可以保温 人家买杯子是喝的 任何产品它都可以关联什么 生活场景 关联用户的需求 如果我们表达这画面过于什么 拉大了消费者什么 实际的生活场景 那就让给人感觉很虚惨 跟客户毛关系没有 你访问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是做了所谓的跟用户五贯的事情 我们认为我们做了这个很屌的事情 但实际上消费者什么 一点感觉都没有 所以我们要由内而外的思维模式的改变 内向外的什么调整 那是注重于内在的所谓的那些功能 这个时代商品不缺乏了 现在更多的是研究一些90后 我在前面讲个也讲过 现在90后都27岁了 你以为还小啊 我们以前讲96叫什么 脑藏90后 那我以前五六年前都说脑藏90后 那现在呢 怎么能对90说脑藏90后呢 90后充满了理想 充满了个性 充满了什么 充满了专业能力 未来能承接我们80后的最一代什么 重要的是什么 单家人啊 我们这位 对不对 就out了 路了 你现在搞互动营销 搞社群的 都是90后 不是80后能力不行 是脑子跟不上90后 所以我们为90后点赞 你们不是脑藏90后 你们是21世纪的什么 星期外 所以啊 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想一想受众 想想目标人群 不要天天说那些功能的 那些90后都很极富个性的 都是以自我价值为主导 有句话说得好 你若端着 我必无感 他们不在乎你是不是品牌 而是在乎你是否懂他的品牌 原因就在此如此 罗伯懂不懂 懂罗伯请给我打一个1 谢谢 那么我们一晚学营销 学4P 学什么4C 4P4C是个啥呢 我跟大家讲一讲我的理解 好 4P啊 我们关注的是产品价格取了和促销 从4P模式里面我们思考思考 好 讲来讲去 就是讲那个产品属性的那一部分 通过产品属性的介绍 来放大什么 商品的价值 从外什么 用产品取胜 产品取胜 我是认同的 我也呛导什么 微创新 或者产品开发 但是你有小米的这么样强大的背书吗 你有华为的这个开发的实力吗 墨有啊 墨有怎么办 墨有你就要开始怎么把消费者关系的那部分勾引出来 加大你对他的关系 倡保沟通 通过这种外在的改变呢 来强化什么内部的竞争 内部的附加值 让外表的功能部分 加上消费者的个性 加上产品的价值 或者加上消费者消费 这个使用的主张 等于二 不让产品功能一等于一 一加二 一加一等于二嘛 是不是 对不对呀 好 我们再看下一页 我们再看下一页 从用户的视角 出发 什么叫从用户的视角出发 就是你要换位思考 何为换位 就是如果你是个男人 你现在卖的是竖琴内衣 你必须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女人 而且是一个什么 糟糕的胖女人 如果你不能把对象 转换位置 转换为自己的话 你在看这个视野的时候 你是没有感觉的 对吧 就像我们很多的时候理解不了女人 女人买个东西 为什么要挑三挑四 为什么要不断的比较 对吧 我觉得这么麻烦的 是不是 那么男人买东西很简单 认准一个品牌 认准一个风格 直接下单就完了 没有那么多比较 所以男人对于品牌的忠诚度 比较高 女人他没有什么忠诚度 为什么 他永远是逃便宜 逃好货 逃款式 他不在乎你是不是品牌 在乎的是什么 老娘喜不喜欢 所以啊 有的时候 你不能把角色转换 你只能什么 从自我角度来去看 所以有的时候 未必讲的东西精准 有效 所以我们 唱到一个话 唱到一句话 像小白一样思考 那这谁说的呢 这是 这个360的 这个周宏伟说的 像小白一样的思考 我们平时经常说 我认为 我觉得 因为每个人 都有从个人的理解出发 都带有个人的什么 情绪 喜欢一样东西 有个人的好恶在里面 但你要注意 做产品的时候 做详细策划的时候 你喜欢不代表用户喜欢哪 请 你需求也不代表用户的需求啊 所以你要真正从他的角度去出发 那很多人疑问 三毛老师 你为什么 在短短的几分钟 甚至几秒钟时间 能给我们在做策划的困中 指出明确的结果和导向 并且还是非常具备实用性的 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 那很多人觉得我是神一样的人 怎么这么快 简单的就把策略做出来了 其实很简单 我呢 只是快速的把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变成消费者 我是消费者 我对你所讲的话 认不认同 我是消费者 我对你产品有哪些关注点 我是消费者 我到底买还是不买 我应该关心你哪个点可以成交 也就是买 那么用这种转换思维的方式 我快速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在结果我做策略 策划摄影拍摄设计的一些经验 可以快速的给大家提供 明确的解决方案 这不是我有多牛逼 而是什么 我有多么细微的观察力 所以很多的时候研究用户啊 就把用户当小白 我是不是跟你们讲过 我写文啊 要简单直白 要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人呢 都喜欢简单的东西 你就把用户啊 当小白 你呢就把用户呢 当什么 当小孩 你发现越简单的去叫卖 越简单的说呢 他越容易接受 你越是装逼啊 越是逼格搞高高啊 他越是不耍你大 你看房市平台卖的好的 都是简单的 房市创业设计做得好的 都是在文字和图片上下功夫 我们看一看认知的顺序啊 这个不是我说的啊 这是一个叫李教授的 我引用一下 我觉得不错 首先我们认知产品的顺序 是什么一个顺序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产品 不会马上就买的 这点你大可放心 没有哪个东西 看到了你就买 看到了以后 你首先会思考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对我有什么帮助 也就是我用它干嘛 是吧 就像我现在告诉大家 我有个课程叫花瓶营销 创四张十二招 你们不会听到这个名字 我马上就成交吗 不会来买我的课 你们可以跟你讲 这课对我有什么帮助 到底讲什么 对吧 到底是讲什么 那我们一般情况下 这个叫做A点 我们一二称之为A点 消费者从消费者 从了解这个商品 到关注商品 对我们好做什么 我们要结合A点 给什么A点的文案 匹配它的问题点 迎合它 那么买了这个 关注商品以后 他就会思考 那什么用它 这是消费者关注的B点 然后我们怎么办 要针对B点什么 提供解答方法 解答方法 那么B点的文案是什么 要给他说明清楚 它就会形成什么 哦 原来是这样 它就形成明白 那么从这是什么 对我有什么用 从A点 产品的什么 产品的物质表现层面 然后他会思考 这个怎么用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再说 这是这样用 跟你有关系 这是B点 那A点主要是数据什么 它面对功能价格 B点数据什么 情感价值 对吧 但是我们只关注某一个点 也是不行的 光讲他妈对你好处 功能部分 都把它讲清楚 也不行 光讲功能呢 不讲使用场景和消费者的这个顾虑呢 也不行 一般我们先讲消费者什么 想要的东西再讲功能 一般会这么做 这是A B点的什么 一个说法 在这里再补充一下 那么我们在做文案呢 策划的时候 或者在做产品的这个设计的时候 一般呢 我们就高估了 对吧 这个这个用户对你的理解 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呢 我们一般呢 写一个文案或者做个设计啊 都认为自己写的东西很屌 很到位 然后呢 不去研究啊 消费者 比如我们前天 还是昨天往在上海 上海一个大卖家 千万俱乐部 我呢 就跟他们小小的撤了一个牛 他们给了几个课题 让我去分析 其中这个沙轩官方起见店 跟我交流了一下 三八老师 我这个美方棒怎么样 我看到美方棒 上一个标题叫什么 魔法什么 造型 打了一个标题 打了个标题以后呢 用了一个什么 一个曲线 里面加一个彩带一样的东西 结合这一品来做一个设计 然后什么 魔法棒 什么 刹轩什么 卷发棒 只需三部什么 搞定你的造型 然后就讲 做什么 玉米卷 波浪卷 这个卷那个卷 这个卷那个卷 然后他讲完以后 他说三八老师你看我的文案怎么样 很屌 我说是很屌 但是 他的粉 你你发棒是一个粉色的 我说粉色的你发棒 那可不是一般人喜欢哦 是一部分喜欢粉色的女孩喜欢 都是年轻小女孩 然后你竟然打了一个魔法主题 你的魔法的 是吧 你的跟消费者的这个造型结合起来 做个魔法造型 或者是什么 做个什么 百变女女生 对吧 魔法随心 这么一个主题啊 只喊了一个标题 主题没有赋予他一定的什么 形式感 内容 红色的感觉 有没有把它设计到位 说了半天 他认为啊 他的这个 使用 刷圈以后的这个形象呢 很久 啊 造型做的很久 那实际上什么 小伙子对你毛进去没有 你没有把产品的颜色 他做发型的一些心得 就拿出来 造成什么 造成什么 他没有感觉 我们再讲例子 讲一个叫康夫电锥工的广告 啊 康夫的电锥工广告叫什么 中国风国际饭 你一教口号也叫什么 五分钟给出我的饭 请问一下 中国风国际饭跟消费者有关系吗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中国风 我们从字眼里可以听起啊 中国的电锥锋 国际的发明冰 牛不牛咪 牛叉叉叉叉叉呀 牛叉呀 关键是这个跟我有毛关系啊 啊 好歹还搞了个营销口号 康夫电锥锋 五分钟 给出我的饭 什么饭呢 你五分钟给我一个发明冰吗 no 给我一个讨造型 哈上明显过了过去 啊 但是还是会解 这种啊是典型的传统广告思维 以前都是轰炸品牌口号 轰炸品牌的什么 品牌的这个个性主张 轰炸什么 轰炸影响力 现在的广告啊都不是这种形式的 都是什么 以产品为主导 通过勾引消费者的什么兴趣 关注并形成成交 啊 比如我们像以前的这个 啊 商标真带 销量连续七年 第一名 累计销量 扎起来可少 扰地就一圈 你第一名和饶一圈 跟消费者 毛关系啊 毛关系 没有关系 对不对 那么他现在口号就变了 叫什么呢 小恶小困 来一瓶 香飘飘 哦 小恶小困 来一瓶香飘飘 一下子什么 就把消费者的什么 潜在需求 供应出来了 我们也知道买香飘飘干嘛 显然这个广告到达里不高 这个是产品的什么 思维 我们看用户思维 我呢 在康福总部花了十分钟 写了几句广告 这个广告呢 我认为文案并不是特别的牛逼 但是呢 思路值得大家思考 比如我们写了第一个 你总想有形 这个有形 是说给谁听的 是男人 我们是这么想 你总想有形 但发型总没形 与发型大师做有形 给你有形 康福给你有形人的电视风 男人嘛 不是搞个好造景吗 去约会谈生意是吧 好 我们看女人 女人要什么 女人要美啊 是不是 你总不作为细节 你总想美 但不作为细节 与发型大师什么 学美 处理美作发型的细节 康福给小美的你电视风 文字有点不通 大概这个意思 好我们讲给生活给家庭 你总想给家人好的生活 但不总关心他的体验 比妈妈更关心宝宝的吹发体验 经营舒适的电视风 康福给懂生活的你电视风 懂你的 想美的你呀 给有形的你呀 是不是直指消费者的需求 表达他的什么 中产品 这个就叫用户思维 简单的很 你只需把思路改下去行了 即使也没那么复杂 你思路不改变的话 你说话都不会说 跟别说做人的 好吧 我们再讲一下产品思维和用户思维 我们看一下一个耳机的音质 耳机的音质 我们如果用产品思维来做呢 会这么写 深深震撼 激发梦想 牛逼啊 好听啊 好 用户思维会怎么说 犹如置身音乐会的现场 是吧 高音低音 层层叠叠叠 对吧 那个爱护的悬生 仿佛什么 撬动了我内心的什么 那根神经 哇塞 是不是很清晰的 女要出这种细节 好 再看笔记本的 一道音 创想极致 静心由我 静你 静你没眼静你 是吧 你看 闭上眼睛感觉不到在开机 就像我们上次写的一个文案 我们总知道你需要静静 因此我们不会发生任何声音打扰你 运行时只有分配 你听到最大的声音是你的呼吸声 怎么样 够简单吧 我们再看一下工作辛苦了 不如去旅行 我们的文案怎么写呢 乐想生活 创想人生 迷茫 我们如果用用户思维呢 你写PVC使阿拉斯加的雪鱼正在越出水灭 啊 比如说帮你写顶尖的文案 我们怎么写呢 这创想文字 助力登峰 啊 那我们用用户思维怎么说 装作刷屏级文案 通过我们的简单对比可以看得出来啊 产品前的文案都是描述文 都是形容词 都是聚焦那些什么感性的东西 那么用户什么文案呢 聚焦什么用户的场景 用户的利益 用户的什么情感 实际上这两个区别造成 一个是很空洞的一个什么很聚焦的 我们再看一看未全果子广告 你爱你自己 你要喝果子 本来呢 我以前这个广告啊 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老牌广告 通过这个广告更新以后啊 消费者指向更清晰 利益勾引更明确 因为本来有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个视频上不了 所以只能通过这个我的文字描述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好 我们换一个PPT啊 我们现在第二款PPT开始打开 我们看看这个广告 叫7度21天冷藏更新鲜 7度是什么温度 21天是什么时间 冷藏更新鲜 讲讲那些句话啊 然后呢 100%的纯不定价 好 这是对他两个产品的属性说明 然后他的广告说了什么 更多的是在掺导你喝的理由 比如说你爱你自己 你要喝果子 那为什么我要爱自己 我为什么要喝果子 你看 世界在你身上 你要喝果子 加班辛苦了 你要喝果子 牛干流泪了 你要喝果子 对吧 然后你不爱吃蛋 你不爱吃蛋 你要喝果子 你看 流泪流泪了 你要喝果子 老婆你辛苦了 你要喝果子 那不只向老婆买了吗 是吧 是吧 你不爱运动 你也要喝果子 是吧 你爱美 爱美也要喝果子 他把你 第一人称 你 你爱美 你不爱运动 对吧 你要喝果子 那是什么 去求啊 知错用户需求啊 这是葡萄汁啊 前面是橙汁等等 苹果汁 那未全的广告是什么呢 首先看一看你的痛点 你不爱运动 是不是有个痛点 你不爱什么 吃蔬菜 你加班熬夜 你要什么 喝果汁 然后导向了场景 导向了好处 你不爱运动 你不爱吃蔬菜 对吧 你要喝果汁啊 场景画面 你导出来 你要喝果汁 简简单单 简简单单 小伙子也觉得不费解 也觉得简单 他也觉得能听得懂 他马上就买了 不难的是不是 有难吗 不难啊 那么 为什么要讲用户思维 用户永远关心是自己的事情 自己的职位 晚餐 念人 你需要给用户一个不得不关注的理由 理由是什么 是他自己关心的那个利益的理由 这里再强调一下 这句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画一个红色的圈圈 红色的圈圈 他们是不会关注你写什么 因为可能让你所写的文案毫无意义 你认为客户关心你在说什么 实际上根本没有 知道吗 为什么他没有关心你所写的文案呢 因为你讲的不是他关心的东西 就像我现在跟你讲 我他妈会打太极 我他妈会打武林少林 太极武丹 你们感兴趣吗 干个毛兴进去啊 咱干电商的要卖货 清 是不是 咱要赚点小钱 咱对他妈打打武术没兴趣 但我跟你说 这个武术可以抢成兴敌啊 对吧 你听吗 你不听啊 就好比说 哎 乐兴啊 站长 你们不要加班熬夜啊 加班双生地啊 有没有听吗 听个球啊 还不是加班吗 玩干嘛 谁知道干嘛呢 是不是 还不是咱们听你玩游戏 还不是听你玩游戏 干干嘛 干嘛 是因为你讲的东西 他不关心嘛 是不是啊 他关心什么 哎 乐兴 我他妈一个好朋友 这好朋友是女的 这姑娘 哇靠 他就喜欢那些有开华的 会写文案的小伙 你有没有兴趣来 保证了 行吗 跑用兔子研着啊 保证吗 见脑一关 砰跑过来了 我要跟他说跟我打太极 你给他道提100块钱 他都不来 原因是什么 很感兴趣啊 就像我们 江苏卫视电视台有个模特儿 一个主 有个嘉宾吧 一个一个那个那个 进选秀的女余嘉宾 他有个名言哦 宁愿在宝马车里哭 我不用在定车上笑 卧槽 这个是颠覆我们的三观了 可以啊 你不要在宝马车上哭吗 咱哥坐个宝马车 行不行 哥坐个宝马车 把你什么 把你给泡了 我 我就不认为 你怎么着 是吧 我不用自己就泡你嘛 那搞定你用什么 用个宝马车就行了 那你喜欢宝马车就搞定 那我们天天起个人家 送个花 送个包子 有用吗 没有用 他不关心你的 所以 你要知道用户关心什么 用户关心什么 你就表达什么 知道不 讲到这里 讲到用户 我们来讲两个案例 希望大家有所启发 这个案例呢 是一个女性支出护理产品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女人的那点小心思 这个案例可能会比较无 无不要紧啊 希望对你们怎么样 有帮助和启发啊 我来全方位来 拖析一下这个案例啊 首先 这是什么一个产品 你们猜一猜 是面膜吗 是 里面奶 那是什么呢 是一个女性的 私处护理产品 叫私处护理液 专门给女性私处洗白 洗粉 洗嫩 这里女同胞比较多 我就不讲了 那么既然我们在包装这一个产品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用户智慧来勾引我们的什么消费者 如果我们只签在产品的功能 功能它不能构建消费者的好处 他是不会买的 我刚才也讲了 兴趣点 用户的利益是第一原则 把这个东西先讲一讲 先钓掉用户 当你把用户钓完了以后啊 你再怎么样 你再去给他什么 讲产品的功能 搞正哪一钓一个准 就跟钓鱼一样的 没有鱼耳朵一勾一个准 对吧 很简单 那我们看看怎么去让女孩子下当买这个产品呢 首先这是一个非常隐晦的产品 比较私密 对于功能的表达呢 一般不可以去表达的 对于产品的介绍呢 也是不好意思开口 怎么办 那我们还是要寻找一些巧妙的方法 比如说 我们在第一瓶 有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什么 主题概念 二十八天 四处还原粉能机 那么很多人就会质疑 这是啥个意思 二十八天其实是人的皮肤换经周期 我们只是把它应用了一下而已 那么如果我说这个东西可以洗四处洗粉 洗呢 很多人就会有个潜在的问题 叫什么 洗多久可以洗好 洗粉呢 这是人性的什么 一个渴望 人性的什么 一个什么 疑问 就好比说 现在小伙伴们 我今天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撞情方法 但是 今天就不分享 你们肯定会问什么方法嘛 对不对 比如说 哎 阿猪 你啊 这个发型很漂亮 你的这个装面也很漂亮 但是 那他肯定会问 阿猪肯定问 毛哥 你觉得我哪里不好 我就但是你的裙子穿得有点花 哦 他应该是你提个但是 他就会问你嘛 是不是 所以 我们一般提出这样的产品的时候 这是个好奇的概念产品 他们会有疑问 那我的主题就在28天四处怀疑粉嫩 解决它的什么 一切的好奇和顾虑好处 那么 其他的四个小卖点呢 直接在标注 叫四处粉嫩 PS 确实保护 全身盈纳 经由质量护理 那么讲了这个东西 很多人就会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概念 为什么这么说 也就是说对我有什么好处嘛 是吧 我们说利益诱导嘛 没好处 谁干呢 没人干呢 是不是 没好处 没人关注啊 那什么好处呢 我们先来一个什么 体发式的文案 女人 你的身体还有吸引力吗 是吧 那里黑了 是不是 然后有味道了 是不是 要撵白身体合一 为什么呢 女人结婚以后啊 生理系统就会发生衰退 那老公呢 也会麻木 为什么老公回家这么晚 为什么不喜欢你呢 以前跟一个小老虎一样 现在跟一个小绵羊一样 为什么呢 是不是给到消费者一个启发 你再看下屏 然后 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看看 百分之九十七的男性认为 四处粉嫩才会什么 美满幸福 然后这里有个小小的数据调查 百分之六十五的男性认为 什么呢 我就不读了啊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十二等等 这些 是你关心的吗 不是啊 是男人关心的呀 对不对 那如果你想生活满满幸福 那怎么着 你就最好入座 你去寻找什么 适合你的那个百分之六十五的那个 是吧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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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特点 是吧 然后呢 马上行动 马上行动怎么样 要给他一个描述 使用完以后的期待 描述 使用产品以后的这个结果 我们不是说了吗 品牌 往往是构建了消费者的期望和梦想 消费者买的不是产品 买的是梦想 买了梦想 那就给你画一个梦想呗 二十八天秘密花园 上上粉嫩 三块相照 一个周期 三块相照 一个周期 讲的是什么 使用三块 更好 然后我们看 初次使用 七天使用 黑色素退去 颜色变大 十四天使用 明显改善 二十一天 颜色变粉 光色营量 二十八天 给他一个惊喜 二十八天 轻松粉嫩 全身 血量 多钟 还有什么呢 于是 二十八天 上 到了 一一一一二一 二一 二十一一一 二十八天 到了 你身体的 三十一一 不好意思 刚才话筒关了一下 我们再讲一下 前面既然我们讲到了什么 讲到了描述了消费者使用的场景 描绘了他的向往 然后我们怎么样 给他一个什么 清晰的引导购买 讲完这个购买 我们还有什么 佐证产品的什么好处 佐证产品的价值 那我们就讲一讲 纯天然 纯天然 刚刚这里画的纯天然配方 牛有果 还有玫瑰精油 还有乳酸 其他甘蕾 等等 佐证他很重要 通过这样的案例 大家思考没有 我们其实在表达消费者内心的渴望和幻想 消费者不会为当下买单 他只会为期望和未来买单 只会为美好买单 就像我们买个房子 他妈暗期三十年 买了个房子是舒服了 但是我们怎么一辈子做房奴 累死了 是不是 这个案例给大家启发什么 描述什么消费者想要的那些希望 再配合什么功能 我们再看一下小地智能所我们做的项目 他的这个主题的概念叫小地智能所你能想到的就是方便 我们看第一瓶 我们用的是什么 文案是什么 也不能说痛点是吧 叫启发式的诱导文案 我们的这么写的叫 总担心万代钥匙 却不知你就是叫的 你还在用传统的机械手吗 讲了这句话以后 试着给消费者一个启发和引导 那么传统买机械手你不方便呢 对吧 你经常钥匙叫了 对吧 然后你你这个手要是容易磨码手机啊 闺蜜到家里来进不去啊 门反手了 小偷窍门了 租客进来没换个租客换马走啊 这都是什么 这都是问题 然后我们用那个什么口语 你能想到的方便 你等一下就实现了 开门只需简单到手机什么 摇一摇 手机摇一摇的那么简单 再看下一瓶 小生产大智慧 当黑歌剂装进小地里面 本身这个产品还是比较有科技感的 那里面包括安全的解码技术 指纹的识别 虚位 包括云技术等等 那么多的技术 如果我要把这个产品说完 说清楚 其实对我来说简单 但对消费者来说费紧 他买这个电子锁就是方便 买传统的机械锁就是不方便 方便是他主要购买的前提 所以我在购买的第一前提下 就是一定要把方便的这些要素 想明白 方便第一次省心每一次 指纹密码手机无要开锁 还可以设置有效净除 比如说设置一个有效时间 设置9点到11点保门允许进家 到了9点30保门只需要按指纹进来 或者是密码进来 他就可以有提醒 多方便 我们说的前面都是讲方便 方便 当方便形成消费者购买的主要前提和原因的时候 你的这些功能怎么样 他都自然统统接受 你看这个文案 时间不是距离 开锁不限距离 时间不是问题 开锁不是不限距离 随着随时随地通过手机为家里开锁 朋友来访 诸贺抗访 也可以用APP发送临时密钥 审时审利 一次临时密钥下发 就好比我在家里发一下 哎 我的这个闺蜜啊 打开 只需 二位妈扫药 那么是不是很人性化呀 这个是不是比你讲安全 比你讲安装 比你讲什么激发技术 更重要吗 因为他想到了已经描述 描绘的 我们通过这些表达 实际上已经描绘了 安装以后的效果 和安装以后带来的变谍 他已经对未来的这个希望买单了 对吧 我们为希望买单了 这个产品呢 我们通过什么 40天的重策 淘宝账了2050万 在电子索内幕里面 应该堪称传情 所以 我们 刚刚总结了这个小地智能所 还有我们的交言的女性自出 护理相照 包括我们之前前面讲 华临思维的时候 大量的案件 都告诉我们啊 一个重要的 信号 在研究产品的时候 也关心一下消费者 研究研究人 当你在讲产品功能 卖点的时候 你要把功能卖点 关系到消费者 不要今天想着品牌 品牌 都去考虑什么 产品本身的溢价 产品本身的溢价 不要今天去想着那些黑科技和黑技术 都去想想怎么去勾引消费者的 什么购买 怎么描述他的向往 怎么去匹配他的场景 好不好 用户思维 就是讲用户想要的 说用户向往的 把那些复杂的东西简单化 这就是用户思维 今天的用户思维课程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好好的来听一听 听完以后啊 把自己的店铺打开 对比一下自己的文案 你讲人话了没有 有没有描述消费者期待的场景和梦想的什么 想要的那些向往的那些心情 有没有表达消费者的另一点 如果没有 请你把文案的形式改变改变 长次长次 或许不是过去 一定你发现会发生一个什么 很大的变化 今天就分享到这 接下来我还会分享其他的课程 大家拭目以待 谢谢你们 谢谢 热心 关了